收到沈济周的秘书发来的床照时,我正在医院做产检。 照片里,沈济周安然地合眼入睡, 驳耿处暧昧地红痕刺痛了我的双眼。 济周早就已经不需要你了, 识相的话,你就自己滚开,二十几年的相伴。 我陪着沈济周从一无所有,到如今的全是地位。 曾经的他极其缺乏安全感, 他很害怕有一天,就连我也会抛弃他。 所以只要我不在身边,他就会彻夜失眠。 可如今,他却在别的女人的枕边睡得正香。 我轻轻抚摸着腹中的小生命, 我知道,不管是和他,还是和沈济周, 都到了应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的怀象不太好,医生看完检查结果之后, 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总的来说,小许,我这边还是建议你住院保胎。 我有些恍惚地抬头,手不自觉地俯上小腹, 对医生说道,这孩子我不想要了, 麻烦你帮我预约一下人流手术。 医生很惊愕,为什么? 你不是一直很想要一个孩子吗? 我和沈济周结婚五年, 我始终期待着能有一个宝宝。 但不管是我,还是沈济周, 两个人做遍了各种检查, 都显示双方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一直没能怀孕, 只能说是我和沈济周运气不太好。 从我前年正式备孕开始, 就一直挂这位梁医生的号。 他知道我曾经多么盼望这条小生命的到来, 所以在听到我打算打掉这个孩子时, 他感到十分震惊。 我只是笑了笑,没多说话。 在半个小时前, 我甚至还很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 自欺欺人地以为可以靠着他, 来将渐行渐远的我和沈济周拉近。 可惜,萧明宇的一条微信, 却彻底地打醒了装睡的我。 曾经被我拼命忽视的, 努力视而不见的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卷土重来。 沈济周的消息越回越简短, 沈济周办公室里的灯越燃越晚。 沈济周换下来的西装外套上的香水味越来越重, 沈济周和萧明宇之间的气氛越来越暧昧。 一直到亲眼看见沈济周赤裸着上身, 躺在别的女人的床上, 我才不得不相信。 曾经那个因为没能给我一场体面婚礼, 而自责落泪的沈济周。 曾经那个离了我就彻夜难眠的沈济周, 曾经那个发誓说会爱我一辈子的沈济周, 是真的出轨了。 她此时就安睡在别的女人的枕边, 曾经独属于我的她的臂弯, 也有了别的女人的气味。 梁医生见我的神色不好, 担忧地伸手在我面前晃了晃, 问道,打掉孩子不是件小事, 你真的不回家和你的丈夫商量一下吗? 我的心脏像是被无形的大手攥住一样, 阵阵发疼。 迎着梁医生关切的目光, 我的声音平静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不需要。 孩子的爸爸,出轨了。 约好的手术时间在下周, 满打满算, 我和这个曾经日夜期盼的小生命的缘分, 也只剩下几天。 我走出医院, 看着外面繁华的大千世界, 忽然感到一阵茫然。 我要去哪里, 我又能去哪里呢? 和沈济州越换越大的房子不是家, 从去年搬进去至今, 沈济州每个月回家的次数, 寥寥可数, 若大的房子只剩下我一个人, 说不出的哀怨冰冷。 和沈济州相依为命的孤儿院也不是家, 我和沈济州前半生的所有苦难皆来自于此。 23年的一场特大交通事故, 让我和沈济州都没了父母, 被送到了老家那座城市的孤儿院。 在孤儿院时常吃不饱, 穿不暖, 还有大孩子欺负人。 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孩子里, 沈济州的状况是最差的。 我的父母是在外出物工时出的车祸, 不大的小面包车里塞满的13人, 当场死亡。 沈济州却是那场交通事故的幸存者, 在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去世之后, 他就出了些心理问题。 他不说话, 挨打的时候也不反抗, 直到他随身带着的玉佩被其他坏孩子抢走。 几个月没出生的嗓子才艰难地张了口, 玉佩, 还我。 这是沈济州的父母留给他唯一的一样东西, 银润的玉色上面带了几丝血迹。 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见沈济州是如何细致妥贴地把玉佩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处。 人之初性本恶未经教育的小孩子不懂这些, 他们只以戏弄沈济州为乐。 当时的沈济州年龄本来就不大, 就因为来孤儿院之后就没吃过几顿饱饭, 力气小得厉害, 不但没抢回自己父母的唯一遗物, 甚至还被几个大孩子压着打。 我当时也经常受到其他坏孩子的欺凌, 可我看着沈济州的惨样, 却还是鼓足了勇气, 替沈济州出了头。 那天把玉佩抢回来之后, 我拉着沈济州跑了好远, 才躲过那些坏孩子的欺负, 不过我和他也因此被关了禁闭。 那天晚上,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我无聊地一直找沈济州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许英。 你的爸妈也死在那场交通事故中了吗? 他们打你, 你干什么不还手? 好无聊啊, 你能不能和我说几句话, 这里太黑了, 我有点害怕。 黑暗中, 沈济州突然抱了抱我, 他的声音闷闷地, 落在我耳边。 我叫沈济州, 你要记住我。 从此之后, 我和沈济州就成了形影不离的一对。 他受欺负时, 我会直接张开双臂, 挡在他面前, 我会一脸严肃, 用稚嫩的声音说, 想欺负沈济州, 得先过了我这关。 我总是饿, 吃不饱, 年幼的沈济州, 会偷偷翻进厨房, 给我偷剩下的冷馒头。 馒头已经完全硬了, 我使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掰开, 我一半, 沈济州一半。 沈济州说他不饿, 可他的肚子却咕咕叫。 童年的巨变, 让我和沈济州都十分地早熟, 我们知道读书是我们摆脱庸禄生活的唯一出路, 所以谁也不敢懈怠。 17岁那年, 我代表着学校去参加物理竞赛, 需要去外省待上一周。 那是我和沈济州第一次分开, 临走前, 沈济州一言不发地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 我张开手心一看, 发现是沈济州这么多年始终爱如珍宝的那块玉佩。 在外省的那几天, 我感到格外难熬, 好不容易等比完赛我回到有沈济州的那座城市, 却发现他的状况很不好, 孤儿院院长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自从我走之后, 沈济州就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只有到了生理承受不住的极限时, 才会闭上眼睛睡一觉, 然后又大汗淋漓地在噩梦中醒来。 在我15岁时就萌芽的心意终于在此刻长成大树, 我握住沈济州的手, 眼泪鼻涕忽了满脸, 沈济州,你别怕, 我永远也不离开你。 沈济州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珠, 然后又珍重地吻了吻我的额头。 我们谁也没说, 但我们都知道, 一切从这一刻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在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 商场一楼巨大的玻璃窗倒映出我憔悴的面容。 即使沈济州创业成功, 我也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 因为我知道它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可我想起萧明与珠光宝器的朋友圈, 不管是某国际知名品牌的小套裙, 还是售价几十万的包包, 它应有尽有。 它上个月生日时, 收到最昂贵的礼物, 是一条钻石项链。 而我, 穿着最普通的衣服, 拎着大学时的沈济州送我的旧包, 里面一张是胎儿的产检报告, 一张是流产手术的预约通知。 萧明宇作为小三, 每天都生活得如此光鲜亮丽。 我身为原配, 却寒酸地让人想笑。 我包里还装着沈济州给我的副卡, 这么多年, 我几乎很少动用, 但已经和沈济州走到了今天,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心疼的了。 当我走进本市有名的奢侈品商场时, 其他贵员在不动声色地打量了我一番之后, 对我就有些爱理不理。 不过, 当我一口气买下两个市售价二十万的包包时, 他们的态度忽然就对我恭敬了起来。 我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个下午, 我就花掉了将近一千万。 惹得沈济州都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下午干嘛去了?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 我正在指挥商场的保安把我的战利品往出租车上班, 听见沈济州面对我时一贯温柔的声音, 却忽然感觉有点恶心。 路过一家商场, 想起来我这么多年都活得抠抠嗦嗦的, 害怕丢你的脸, 就买点东西装备一下自己。 沈济州那边顿了顿, 才说, 你怎么会丢我的脸? 不过这样很好, 往后喜欢什么, 买下来就是了。 电话挂断, 我忽然觉得沈济州也不容易, 上一秒还在和情人你浓我浓, 下一秒还得在电话里安抚发妻。 我一个人回到家, 至于问沈济州回不回家吃晚饭的事, 似乎已经久远的像是上辈子的事。 没想到我正在吃饭时, 就听见大门从外面解锁的声音。 我从餐桌上抬头, 和壁弯搭着西装外套的沈济州四目相对。 他送了松领带, 也没有要坐下吃饭的意思。 在外面吃饱的人, 回家之后, 又怎么会吃得下呢? 他饶有兴致地翻找着那些堆放在玄关的包装袋, 当他全都翻完时, 脸色的神色明显有些不对。 莹莹, 你什么都没给我买。 我耸耸肩, 唇角扯出一个笑容, 现在你全部的服装都由萧明宇替你搭配。 就算我给你买过来, 也用不上。 记得那是萧明宇成为沈济州秘书的第三个月, 也是我第一次见他。 我心疼沈济州身体不舒服, 常常在家炖些补汤, 到公司送给沈济州。 谁知那天我刚去办公室, 就看见沈济州坐在靠椅上, 而萧明宇轻声趴到他身上, 手里还抓着沈济州的领带。 我当时看了, 心里虽然觉得不舒服, 但却也没往其他方面想, 只是问了一句, 你们干什么呢? 萧明宇的神色不见慌乱, 看向我的目光里反而带着让人不适的挑衅。 我在看沈总领带上的花纹, 也太老土廉价了点, 不太符合沈总的身份, 我就想替沈总换一条新的。 我侧头看向沈济州, 只见她的领带已经被萧明宇给解得差不多了。 萧明宇见状, 嘴角更是扬起一抹挑衅的微笑。 紧接着, 她趁我没反应过来, 直接一把扯下沈济州的领带, 给扔进垃圾桶里。 这个不值钱的便宜货, 我替沈总扔掉, 姐姐不会介意吧。 那时还不等我开口, 沈济州就骂道, 胡闹, 这领带是我太太送我的礼物, 轮得到你做主。 萧明宇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可置信和难堪, 她泪眼盈盈, 说出的话却带有一丝倔强, 那怎么办, 我已经扔了。 沈济州的面色发寒, 捡起来。 萧明宇虽然不情愿, 但沈济州的眼神实在冰冷得吓人, 她只好弯腰把那条领带给重新捡起来, 然后哭着跑了出去。 下班后, 我越想越不舒服, 坐在沈济州的副驾驶上, 我试探性地开口, 你那个秘书, 是不是有点太自作主张了一点? 等红灯的间隙, 沈济州侧头看我, 只是这一点不好, 其他的很合我的心意。 我张了张嘴, 最终没有说话。 我收回思绪, 只见沈济州的神色丝毫未变, 只是轻声, 从侧后方抱住我。 她的声音低雅浅全, 又吃萧明宇的醋。 我淡淡道, 没有啊,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又有什么醋好吃的。 沈济州似乎没想到, 我的反应会如此平淡, 毕竟平常就算我在努力压抑自己, 提起萧明宇时总会带着酸。 她依然从后面抱住我, 我却被她身上越发浓重的香水味熏得恶心。 我之前送你的那条领带呢, 怎么再也没见过。 沈济州的身子僵了僵, 应该是放在公司了。 我只是笑了笑, 却没说话。 恐怕那条领带, 早就被萧明宇给扔了吧。 沈济州感受到了我的冷淡, 想说些什么来活跃气氛, 却被我的话截断。 你身上的香水味好重, 先去洗洗澡吧。 沈济州低头看向自己的衬衫, 脸上的表情在一瞬间有些茫然无措。 莺莺, 我, 我回头, 对沈济州说, 我知道的, 你们是同事, 有接触很正常。 平常沈济州回家时, 我总是围着他转, 所以当他今天回家, 察觉到我的冷淡时, 反倒有些无所适从。 客厅暖黄色的灯光下, 我盖着一条宝毯在看书。 沈济州开始没话找话, 怎么没看见叶酸, 是吃完了吗? 我翻书的手一顿, 说道, 很早就不吃了。 沈济州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自己一个人又没办法生孩子, 在把最后一粒叶酸吃完之后, 我也就把叶酸停了。 曾经我和沈济州感情最深时, 我那么盼望能和他一个孩子, 没想到, 在我彻底对这件事没指望之后, 孩子却反而来了。 只是来得不凑巧。 他看着客厅里曾经熟悉的装饰越来越少, 声音难得有些干涩, 音音, 是我不好, 我往后会多回家陪你的。 如果换成今天之前, 恐怕我会因为沈济州的话而高兴疯了。 但是此刻, 我听着他这么说, 心里没有一丝喜悦, 只剩下无尽的悲哀。 我下午已经联系了律师, 我知道, 我和沈济州之间, 不剩下什么以后了。 沈济州察觉到了我的不寻常, 所以第二天下午, 他准时地出现在我们公司门口, 来接我下班。 车窗摇下, 我在看见沈济州的脸时一正, 你怎么来了? 沈济州仿佛真的是一个好老公一样, 我来接你下班。 我的手在搭上副驾驶的车把手拾一顿, 最后还是去了后排。 沈济州的眉心一跳, 问我, 怎么去后面坐了? 我的语气平静, 副驾驶的位置被你秘书调得挺舒服的, 我不常坐你的车, 就不上去调座椅了。 沈济州透过车内后视镜, 观察我的神色, 他似乎很想找到我吃醋的证据, 然后再把那些说过千百遍的说辞再说给我听。 可我的神色却不见丝毫一样, 反而让他不知道该不该开口。 我出神地, 看向位置调得明显靠后的副驾驶, 不想知道在这车上沈济州和他发生过的龌龊事, 思绪却失神地飘向了三个月前。 那天下了雨, 我给沈济州打电话, 想让他接我下班。 他的公司离我不过半小时的车程, 我却硬生生地等了两个小时。 那天风雨交加, 我的伞几乎打不住, 就在我打开副驾驶的门时, 却看见萧明宇正坐在上面。 他看见我, 懒洋洋地对我说, 姐姐, 我的脚崴了, 不方便下车, 麻烦你坐副驾驶吧。 我看向沈济州, 却见他毫无反应, 就好像一切就应该如此发展一样。 回家之后, 我和沈济州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我歇斯底里地让沈济州开除萧明宇, 但他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发疯, 末了, 甩下一句, 你先冷静一下, 就出了门。 那一晚, 沈济州没有回家。 沈济州现在拥有很多, 他也许有了新的依靠, 也会有无数的萧明宇等着他。 可我, 却除了沈济州以外, 什么都不剩了。 事情最后以我的服软而结束, 不过从那之后, 每当沈济州让我失望一次, 我就把属于我们两个之间的回忆 给扔掉一样。 那个整理箱里塞得满满当当, 由沈济州打工挣钱 送我的第一双白色球鞋, 由我大学时替他织好的围巾, 我打算等到把箱子里的东西 给彻底扔干净之前, 就彻底和沈济州告别。 没想到萧明宇的床照, 却加速了进程。 沈济州开口, 打断了我的初神, 想什么呢? 思绪回神, 我回他, 没想什么。 车内再次陷入安静。 过了好半天, 沈济州才开口, 又要到冬天了, 你送我的那条围巾呢? 我记得你支的是情侣款, 我们两个找出来戴上吧。 我静静道, 我已经扔了。 沈济州明显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什么?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 不带什么感情地说, 留着也是占地方。 前几天收拾卫生的时候, 我就把他们扔了。 沈济州张张嘴, 却好半天没说得出话。 才到家不一会, 我就收到了萧明宇的微信。 他显得十分气急败坏, 你这个贱人, 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又把沈总抢走了。 你以为济州很爱你吗? 我告诉你, 他最爱的人是我, 安静得有些过分的家里。 我看着一条条的信息, 呼得笑出了声。 沈济州朝我看来, 你笑什么? 我把手机屏幕熄灭, 说道, 你秘书给我发了几条消息, 挺有意思。 沈济州的神色, 肉眼可见地僵硬了, 他说了什么? 我耸肩, 没说什么。 沈济州的呼吸都中了两分, 想从我手里, 把手机抢走, 给我看看。 我并没有躲避沈济州的动作, 只是抬头看他。 问道, 他和我说什么很重要吗? 你干嘛那么紧张? 沈济州的手僵致地捶了下去, 最后却什么也没说。 我虽然知道这孩子不能留, 但每每触及小腹, 心中却依然难以抑制地 生出几分柔软。 尽管我知道和他的缘分 已经从得知他的存在的那天起, 就进入了倒计时, 但真到了手术的前两天, 我却还是湿了眼眶。 我给沈济州打去电话, 努力压下喉尖的哽咽, 若无其事地说道, 你明天有事吗? 对于我的主动, 沈济州显得有些意外, 我听见键盘敲击的声音, 然后就听见他说, 有一些安排, 不过可以推掉。 我的目光落在遥远的地方, 说道, 明天陪我去一次迪士尼, 行不行? 沈济州的声音里有些意外, 怎么突然想去那里了? 我轻轻辅上小腹, 你去不去? 沈济州当然不会拒绝我的嗜好, 去。 我对这孩子心中有愧疚, 和沈济州带他去我童年时 梦寐以求的游乐场看一看, 是我能为他做的唯一一件事。 第二天一早, 沈济州难得赖了床, 他像从前一样耍无赖, 在床上孤着我不撒手。 他深吸一口气, 闭着眼睛说道, 莹莹, 有你真好。 沈济州还以为我这次肯给他递台阶, 是我重新说服了自己, 打算继续装傻, 和他若无其事地把日子过下去。 不是这样的。 我的手指轻轻抚上沈济州的脖梗处, 他还以为我在和他玩闹, 抓住我的手只想亲一亲, 却因为我的一句话, 而笑容直接僵在了嘴角。 你脖子上这是怎么了? 我其实是在明知顾问, 和沈济州感情最好时, 我身上也时常不满这样的痕迹。 沈济州低头, 似乎是才发现萧明宇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他干巴巴地回答, 应该是蚊子咬的。 我轻轻抚摸着那块痕迹, 笑着说, 这蚊子还挺会咬的。 趁着沈济州收回力气的功夫, 我背对着他坐起身, 说, 不早了, 快起床吧。 到了迪士尼, 我的心情似乎都好了一些。 我买了一个米妮的发菇给自己戴上, 沈济州看我的笑容里终于戴了几分真心, 也买了一个米奇的发菇。 我去游乐场时偏爱刺激的项目, 这次却拉着沈济州去排旋转木马的票。 沈济州不明所以, 却也只能老老实实地跟着, 还不忘记说, 你怎么转性子了? 以前不是最爱,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来电铃声响起。 当他看清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时, 脸上的笑容瞬间收起, 他对我说, 我去接个电话, 你在这等我一会。 我没像平常一样放任沈济州, 而是抓住了他的手腕, 问他, 你平常已经这么忙了, 这个电话, 你不接还不行吗? 沈济州有些意外, 可视线落到屏幕上, 他还是一根一根地掰开我的手指, 音音乖, 我很快就会回来。 说完, 他就赶紧去接了电话。 我知道那通电话十有八九是萧明宇打来的, 我也知道, 沈济州既然接了他的电话, 就不会回来了。 果然, 没过五分钟, 沈济州的身影就消失在人海里, 他给我打来电话, 音音, 公司有点急事, 我必须要先回去一趟。 下次, 我再陪你来迪士尼, 好不好? 温暖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 我却只觉得浑身发冷, 这里一片嘈杂, 我不知道沈济州有没有听见我的话。 没有下次了。 过了不到半小时, 萧明宇就给我发微信, 要武扬威。 就算你用尽了手段, 去勾引济州又怎么样。 我一个电话, 他还不是会直接抛下你。 我从没回复过萧明宇的消息, 只有这一次, 我回复道, 谢谢你。 为沈济州的出轨, 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证据, 那边显示着正在输入中, 不过比他的消息是先来的, 是他撤回消息的提醒。 萧明宇把我想得真傻, 我怎么会不事先流荡, 就提醒他呢? 他骂我, 你不要脸, 我没回复他的消息, 而是熄灭屏幕, 专心地带着我的孩子去迪士尼玩。 就算爸爸不愿意陪他, 他还有妈妈。 这一天, 我把迪士尼所有不危险的项目都玩了个遍, 我不喜欢吃糖, 却买了好几个冰激凌。 我在餐厅里点了儿童套餐, 又把我觉得所有小孩子可能会喜欢的东西都买了一遍。 不能把它带来世上, 我心中有愧。 但我知道, 如果把它生下来, 它要面临承受的, 或许会更多。 沈济周说着, 公司有事, 却直到深夜都没回来。 我没给他发过一条信息, 只是安静地把这个家里我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 去住院时, 梁医生问我, 你的陪护呢? 我笑笑, 说道, 我会花钱找护工。 梁医生皱眉, 可是签字需要家属, 你的爸妈呢? 我回答, 梁医生, 我是孤儿。 梁医生看向我的目光里, 划过一丝心疼, 最终他伸手, 摸了摸我的头发。 我只有一个儿子, 目前在国外读书。 这次做完手术, 欢迎你常来我家玩。 我的眼泪在此刻夺框而出, 我用力地点头, 好。 进手术室之前, 梁医生最后一次问我, 到底有没有想好。 我早就做好了决定, 只是拿起手机, 给沈济周发了一条消息。 是流产手术的手术通知单。 沈济周曾经害我为他痛苦那么久。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利用他对我仅存的一点真心, 反击回去吧。 沈济周在看清图片上的内容时, 呼吸差点都停了。 许英, 流产手术。 他脑海里一瞬间闪过许多念头。 我怀孕了, 为什么不告诉他? 他几乎是瞬间就给我打去了语音通话, 却始终无人接听。 沈济周推开想要和他温存的萧明宇, 几乎是疯了一样的开车前往医院, 一路上,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在发抖。 他多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没怀孕也好, 我辟图骗他也好, 可当他真的亮亮呛呛地来到医院时, 却真的从梁医生口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他几乎是恳请的态度, 对梁医生说, 梁医生, 我求求你, 能不能给我老婆取消手术? 你是知道的, 我们两个盼望这个孩子盼了多久。 梁医生曾经一度因为沈济周的体贴, 而将他是做难得一见的好男人, 但他此刻看向沈济周的眼神里, 却只带着厌烦。 手术是患者个人意愿, 即使你是他的丈夫, 也无权干涉。 沈济周双目赤红, 莹莹怎么会舍得打掉这个孩子? 他怎么会? 梁医生说道, 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你出轨了吧。 沈济周的脑海中轰然乍响一声闷雷, 他一瞬间腿软地站都站不稳。 怎么会? 萧明宇在沈济周的后面赶来, 一见沈济周他就抱怨, 是不是那个老女人又耍花招了? 济周, 你,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沈济周死死地掐住脖子抵在墙上。 你到底和许英说了什么? 是不是你? 说。 萧明宇从未见过沈济周这副样子, 她被沈济周掐得说不出话, 幸亏医护人员拉开了两个人。 沈济周的眼睛发红, 是不是你和英英胡说八道? 是不是你? 萧明宇被吓到了, 下意识地嘴硬道, 谁去找许英了? 你别乱说。 沈济周定定地盯着萧明宇看了一会。 然后, 她发了狠, 正开了医护人员的束缚, 抢过萧明宇的手机解锁。 当她真的在萧明宇的绘画列表看见我时, 她的心都凉了一半。 她双目星红, 颤抖着手指, 一点一点地向上翻, 当她看见两个人的床罩时, 差点连呼吸都停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沈济周恶狠狠地掐住萧明宇的衣领, 把她抵在墙上, 是你胡说八道, 是你害死了我和英英的孩子。 萧明宇被沈济周偏执的样子, 吓得说不出话, 最后还是医院叫来保卫科, 才把沈济周彻底拖走。 我再次睁眼时, 守在我床边的不是护工, 而是沈济周。 她双眼通红, 下巴处多了些胡茶,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憔悴。 和我对视的瞬间, 我看见她的喉结动了一下。 她眼中有很多种情绪, 最后却只是用手 给我拨开额前的碎法, 声音沙哑地问我, 疼吗? 我下意识地去抚摸小腹, 虽然月份还小, 一直没有显怀。 但我就是觉得, 一切都不一样了。 眼泪顺着眼角无声滑落, 我不愿意再面对沈济周, 只是问, 你回过家没有? 沈济周不明白, 我为什么这么问, 从我被推出来到现在, 她一直守在我身边。 没有, 怎么了? 有东西落在家里了吗? 我背过深看向窗外飘落的黄叶, 这座城市, 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 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放在客厅茶几上了, 没一亿的话, 你就签了吧。 我清楚地听见 沈济周的呼吸重了些, 她想伸手去拉我, 却又觉得, 我刚做完手术太脆弱, 所以并不敢动。 她艰难地开口, 英英, 你都知道了, 是不是? 我疲惫地闭上眼, 是, 我都知道了。 沈济周的口才不错, 生意场上常常把人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但是此刻, 她却声音发紧,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对肖明语, 不是真心的。 事到如今, 我已经不想去纠结情爱间的那点问题了, 但是听沈济周这么说, 我还是淡淡的, 我不关心你的真心, 只是你的身体, 倒是挺诚实的。 沈济周两久没有说话, 最后, 她试探性地握住了我冰冷的手。 你不会原谅我了, 是吗? 我不怎么费力气地把我的手从沈济周的手中抽出, 说, 济周, 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 沈济周回家时, 第一次觉得这个没有我的房子是如此的空荡, 安静。 她换上拖鞋, 在房间里转了转。 沈济周找不到我的东西了, 曾经摆在洗漱台的护肤品, 展示台上我做的手工和空空荡荡的衣柜。 她越走越觉得心慌, 终于在看见阳台上那对已经落了灰的摇椅时, 捂着脸蹲在地上, 气不成声。 沈济周不懂为什么一切被自己搞成这样, 她明明已经到了最接近幸福的时候, 可一切却突然戛然而止。 然后, 急转直下, 她看见茶几上, 除了离婚协议之外, 还放着一个整理箱。 沈济周认得那个整理箱, 但是看见她和离婚协议出现在一起时, 她突然就感到一阵心慌。 她赶紧去打开盖子, 可曾经装得满满当当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有的, 只剩下一本我的日记。 她颤抖着翻开本子, 看见了日记的开头, 沈济周外面有人了, 是她的秘书。 我以为沈济周总会遮掩一下, 却没想到她如此肆无忌惮。 我爱她, 我不想失去她。 相伴二十年, 她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抹划痕, 但我也不想守着沈济周的空壳过日子。 从今天开始, 沈济周每让我失望一次, 我就扔掉箱子里的一样东西, 等到所有东西都扔干净, 就是我彻底放弃沈济周的一天, 沈济周终于哭出声, 眼泪大滴大滴落在纸上, 运开了墨迹。 今天和沈济周一起去商场了, 可是才陪我逛五分钟, 她就被萧明宇一个电话叫走了。 做饭被烫伤事, 很值得被紧张的事吗? 为什么昨天我的虎口被烫了那么大一块, 沈济周却没反应呢? 我让沈济周不要走, 她却说萧明宇是她的下属, 她有责任负责她的安全。 我还是她老婆呢, 她怎么不心疼我? 好伤心, 想扔掉沈济周用她人生第一笔工资 买给我的球鞋, 但又舍不得。 这篇日记写完之后, 下面隔了几行, 又写道, 我看见萧明宇晒在朋友圈的高跟鞋了, 上面的钻好多, 好闪, 一定很贵吧。 沈济周送了她那么贵的鞋兜, 眼睛不眨一下, 我却在为了一个几十块钱的破球鞋赶上。 讨厌, 我把球鞋扔掉了, 沈济周看完, 狠狠地扇了自己几个耳光。 后面的记录, 距离上次只过了几天。 今天去看沈济周, 却发现我煮给她的汤 被萧明宇给喝得一滴不剩。 给萧明宇喝就算了, 她竟然还皱着眉毛说难喝。 沈济周竟然就这么糟蹋我的心意, 往后再也不给她煮汤了, 把我送她的围巾扔掉了。 我发现, 我没第一次那么舍不得了, 沈济周快速地往后翻, 一直翻到了最后几页。 今天收到了萧明宇的消息, 如果之前, 我还能以没找到确切证据为由, 自欺欺人地不愿意放弃沈济周, 那么到了今天, 我就再也没办法装傻了。 沈济周和别人发生关系了, 好脏。 即使没有我, 她也可以安然睡下了。 她再也不需要我了, 我要把这个整理箱的所有东西都扔掉。 我要把这个来得不合时宜的孩子, 也打掉。 沈济周只觉得心脏像是 被一个大石头重重压着一样, 痛得无法呼吸。 她继续往后翻, 想带着宝宝去迪士尼玩一玩, 和她一起玩项目, 一起吃好吃的, 就当是为她尽了最后一点心意。 可惜, 沈济周又被萧明宇的一通电话叫走了。 没关系啊, 爸爸不陪你, 还有妈妈, 日记到处戛然而止, 沈济周早已气不成声。 她出过轨, 她也许在某一瞬间爱上过萧明宇, 她也许在萧明宇的陪伴下, 短暂地忘记过我和她相伴了二十余年。 不过, 这些在此刻都不重要了。 我已经把最厉的一把刀, 插进了沈济周的胸膛。 再次见到沈济周, 已经是在半年后。 我虽然一直在禁闭休养, 却也陆陆续续地听说了她和萧明宇的消息。 从前我那么介怀, 数次哭闹也不能让她解雇萧明宇, 没想到却在我对沈济周彻底死心之后, 她却手起刀落地将萧明宇开除。 萧明宇自然不愿意, 在她看来, 我愿意给她腾地方是好事, 沈济周娶她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要和她分开? 她因此每天都去沈济周的公司闹, 没想到有一次却被沈济周的一个合作方撞见。 两个人的事因此在圈子里传了出去, 萧明宇坏了名声, 更是执着地黏着沈济周不放。 可没想到有一次, 她精神恍惚中被一辆急驰而过的汽车撞倒, 她没死, 却残了一条腿。 她整天疯疯癫癫地念叨着要沈济周娶她, 结果沈济周却始终对她不管不顾。 萧明宇的家人嫌弃萧明宇这样晦气, 于是直接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至于沈济周, 在离开我之后, 她竟然又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她每晚都要依赖药物, 才能勉强地入睡几个小时。 所以当我在见沈济周时, 她已经憔悴狼狈地不成样子。 也许是我的目光太直白, 沈济周扯开干裂的嘴唇, 惨笑了一下。 我现在很丑, 是不是? 我一开目光, 不动声色地把手插进衣兜, 掩住手腕上的伤痕。 去办手续吧。 沈济周清楚我的个性, 所以她并没有纠缠, 只是在拿到离婚证, 我们即将分到扬镳时。 她拉住了我的衣摆。 莺莺, 我们真的, 再也没有可能了吗? 我回身, 认真的看向沈济周, 轻声说, 你知道吗? 其实去迪士尼那天, 我后悔过。 我舍不得宝宝, 我想生下来, 给她一个家。 我以为可以和你谈谈的, 但是, 你被萧明宇叫走了。 沈济周彻底愣在了原地, 我留下这句话,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她的哭声顺着指缝间一出, 传进我的耳朵。 我的心里不无唏嘘, 我们曾经是彼此生命中 最重要的存在。 我们曾经共撑一把伞, 走过大雨滂沱的日子。 我们曾经在潮湿漏雨的地下室里, 用尽全力地拥抱对方, 发誓要永远永远在一起。 但最终, 我们却还是走散了。 沈济周的哭声消失在我身后的转角, 春日的暖阳照亮了我的前路, 却没照热我的心。 林福生日当天, 沈赫熙豪至百万燃放了满城烟火, 给她喝声。 林福身穿高定礼裙, 一脸娇羞感动地扑进了沈赫熙怀里, 热搜一个接一个。 井浩梁宇山寨或井浩井浩, 京圈太子爷豪至千金, 燃放满城烟火, 为博白月光一笑, 井浩井浩沈赫熙林福初恋白月光回国打脸井浩评论曲, 吵得不可开交。 啊, 绝美爱情, 我磕的CP竟然成真了。 想看林福和沈总破镜重圆, 兜兜转转地重逢才是浪漫的开始。 之前某家还说我们沈总喜欢他们家姐来着, 现在正牌女友来打脸了吧。 抱走我福, 她独美好吧, 梁宇给我福提鞋都不配, 她们不知道沈赫熙和我早在三年前就结婚了, 只不过我们连婚礼都没办, 只是简单领了证。 我关掉了评论区, 心里有点难受。 沈赫熙啊, 我已经好久没见过她了。 上周我生病住院, 醒来想吃橘子。 向来养尊处优的沈赫熙, 居然主动替我包。 正当我沉浸在这久违的温柔乡里, 林福出现了。 她打来电话, 说她回国了, 想见沈赫熙。 沈赫熙扔下才包一半的橘子, 毫不犹豫走了。 我到底没吃上她亲手包的橘子。 当晚, 我收到了来自林福的消息, 并配了一张照片。 她穿着睡裙窝在沈赫熙怀里, 脸颊涂红, 脖梗间满是暧昧的吻痕。 她说, 梁宇, 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回国吗? 就是想让你认清楚事实。 你在赫熙心里, 其实一文不值。 冒牌货永远都是冒牌货, 即便你和她结婚, 也只是在替我照顾她。 沈太太的身份, 永远只有我才配得上。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白月光的威力有多大。 从前我天真的以为,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总有一天, 我能捂热沈赫熙这块冰。 可是林福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我的美梦。 多可笑啊, 她从来就没忘记过它。 一切都是我在自欺欺人。 再次见到沈赫熙, 是在电影节颁奖典礼上。 所有人都说, 以我的实力, 这次的最佳女主角奖非我莫属。 至少在林福回来以前, 我也一直这么认为。 宴会上, 身旁坐着一个我搭过戏的女演员, 她冲我打了个招呼, 笑眯眯凑近我, 梁老师, 待会儿你拿了奖, 可别忘了请我们吃饭哦。 我摇摇头, 失笑道, 还不一定呢。 别谦虚了。 她挽着我的手笑笑, 你的演技大家有目共睹, 这一批花蛋里, 就数你最棒。 交谈间, 门口传来一阵骚动, 林福和沈总来了。 我心一颤, 抬眼望去, 那道熟悉的身影从门外进来。 沈赫熙挽着林福进场, 璀璨的聚光灯下, 两人像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碧人。 两人落座时, 我和沈赫熙刚好对上了眼。 只一秒, 她就冷淡地一开, 像遇见陌生人一般。 但我对此见怪不怪。 毕竟一开始, 沈赫熙就严肃告诉我, 现在是事业上升期, 公开恋情会影响工作, 她不希望网友对她的私生活指指点点。 之后偶尔出席活动遇上。 我们也没有任何交集, 她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连眼神都吝惜分给我。 舞台上, 主持人拿着卡片含笑宣布, 本届金玉奖最佳女主角获得者是, 我紧张地搅着手指。 夜经屏上, 我和林福还有几名女演员的名字轮番滚动, 我心跳快得不行。 身旁经纪人没解望着我, 表情凝重, 良语, 有个坏消息,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我轻皱着眉头, 示意她说下去。 这个奖, 大概率内定临福了。 我心里一空, 感受到某种东西正在迅速往外飞, 快到来不及捕捉。 果然, 在眉睫尾音落下的那刻, 大屏幕上定格了临福的名字。 几乎一瞬间, 连一向处事圆滑的主持人表情都差点没绷住。 大家的目光下意识地朝我聚拢。 场内低语四起, 临福颇为惊讶地捂嘴, 转头看向沈赫熙。 沈赫熙笑了下, 抬手将临福尔畔的碎发轻轻扶开。 动作很自然, 也很温柔。 她从来没有用这么温柔的眼神看过我。 眼睛忽然很酸胀。 大概是嫉妒吧。 看口型, 沈赫熙大概在说, 给你的生日礼物, 不喜欢吗? 她有什么可介意的? 这个讲你实至名归。 我猜, 沈赫熙口中的她, 指的是我。 临福优雅地起身上台领奖, 沈赫熙亲自为她颁奖。 她手里捧着奖杯, 朝台下的我勾唇倾笑。 笑得那样春风得意。 她该得意的。 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她轻而易举就得到了。 她面对镜头说, 感谢导演组, 节目组, 感谢我的粉丝朋友, 对我的支持。 最后, 我要郑重感谢我的初恋, 我的伯乐, 沈赫熙。 感谢你一直陪着我, 为我介绍资源, 为我保驾护航。 我的风光与你共享, 你是我的荣耀, 也是我的归途。 镜头对准了沈赫熙和林福。 两人对视瞬间, 眼神柔情缠绵。 仿佛他们是真正的夫妻, 而我才是那个 拿走沈太太身份的小偷。 我狼狈地低下头, 眼眶早已模糊一片。 梅姐见我情绪低落, 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我, 别哭, 你还年轻, 以后还有机会拿奖。 不过这林福, 怪不得每次都能抢走你的资源, 原来背后金主是沈赫熙。 我记得你老公 不也是圈内大佬吗? 你干脆也动用资本力量, 给林福一点教训, 看她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我垂着眼, 喉间溢满了苦涩, 安静了好久, 才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一句。 沈赫熙, 她就是我的老公。 砰一声, 梅姐的手机砸在了地面。 她脸色白了又白, 低着头喃喃道, 荒谬, 简直太荒谬了。 典礼结束后, 记者们举着话筒正在采访林福和沈赫熙。 林小姐, 您目前真的在和沈先生谈恋爱吗? 林福抬眸望向身侧的沈赫熙, 笑得温柔羞涩。 我和赫熙目前还不是那种关系了, 都怪我年少轻狂, 当初一心扑到国外学表演, 辜负了赫熙对我的感情。 不过, 我正在努力, 把她重新追回我身边, 大家等我好消息吧。 目前还不是那种关系, 好迂回的一个答案, 真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记者会心一笑, 那就祝林小姐早日得偿所愿, 您和沈先生真的很般配呢。 网上瞬间又沸腾了, 立马原地结婚, 我随意包蜡条。 啊, 磕疯了磕疯了, 一定要在一起。 没解气地手抖, 连表情管理都顾不上了。 不是, 这林府有病吧? 沈赫熙结婚了, 她不知道吗? 知三还当三, 真恶心。 我笑了笑, 没吭声。 那头记者又将话筒递到沈赫熙面前, 一开始是循规蹈矩地提问她 有关商场上的问题。 我并不想继续听下去。 转身刚要走。 一句话, 又把我脚步缠住。 记者正举着话筒, 看着沈赫熙手腕上的佛珠, 趁机问, 沈先生手上的佛珠似乎从未摘下过。 这对您来说一定很重要吧? 大家都说是林小姐送给您的, 不知道这个猜测是否属实。 下一刻, 沈赫熙手腕上那串佛珠暴露在镜头前。 佛珠通体有黑, 闪着温润的光, 上面还有撰刻的符文。 我呼吸一致。 那串佛珠是我送给沈赫熙的。 当初, 沈赫熙下海经商, 遭遇对家报复出车祸, 昏迷躺在SU抢救。 尽管后面手术很成功, 沈赫熙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转入普通病房第二天, 沈赫熙腿部突发感染, 高烧不止。 医生说, 再继续烧下去, 可能会烧坏脑组织, 面临高位节肢的风险。 沈赫熙那样骄傲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所以当晚, 我不顾大雨滂沱, 只身去了当地最灵艳的寺庙。 我从三千截体下, 一步一跪上山。 每一拜都无比虔诚地祈祷, 沈赫熙能够醒来, 早日康复, 平安顺遂, 能够做回那个金贵高傲的沈赫熙。 我找到寺庙里的长老, 给佛珠开光后, 又不顾身体不适, 马不停蹄往医院赶。 等我亲自将佛珠放到沈赫熙诊下后, 我也终于精疲力尽, 倒下了。 后来沈赫熙醒来, 我只告诉她这是一串普通的佛珠, 能保平安。 她摸着我的头, 笑我傻。 这种道听途说的传言, 你也信。 我从不信鬼神之说, 我只信我自己。 她对此嗤之以鼻, 却把佛珠往自己手上带。 我有些诧异, 动了动唇, 那你还, 我带这玩意儿, 是为了让你安心的。 她蹭着我的鼻尖, 哑声把话说完。 小傻瓜, 这东西我要带一辈子了。 从那之后, 沈赫熙真的没再摘下过佛珠。 此刻, 我也不自觉地平住呼吸。 沈赫熙会怎样回应呢? 她好像愣住了。 我注意到她辅了辅佛珠, 这是她思考的小动作。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幻想着, 她会借此公开我和她的关系。 直到, 林福轻轻扯了扯沈赫熙的袖口, 眉眼含羞地叫她, 赫熙, 你发什么呆呢? 沈赫熙这才回过神来。 她面对镜头, 无比平静地说, 只是一个普通朋友送给我保平安用的, 不算很重要。 大家不必深究。 当晚, 我因为急性未严, 被送到医院。 混沌中, 普通朋友四个字, 化作一把无形的刀, 将我伤得体无完肤。 醒来后, 我蜷缩在病床上, 盯着床头那张报告单浑身发抖。 真可笑。 我竟然怀孕了。 我身子本来就弱, 再加上平时工作忙, 作息紊乱。 这回历假推迟来了一个月, 我还以为是这段时间内分泌失调。 没想到, 是肚子里藏了个爱闹腾的小家伙呀。 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酸酸涩涩的。 医生站在一旁紧皱眉头对我说, 梁小姐, 你也太大意了, 自己怀孕了都没发现。 胃病, 贫血, 营养不良, 焦虑症, 你目前的身体状况简直太糟了, 幸好来医院及时, 孩子差点就没保住。 孩子爸爸呢? 通知他过来吧, 你身边不能没人照顾。 孩子爸爸, 我自嘲一笑, 强忍着腹中翻涌的恶心, 闭了闭眼说, 不需要, 孩子没有爸爸。 梅姐替我买饭回来, 听了这话, 直皱眉头, 两语, 你别意气用事。 难道你真不打算告诉沈赫熙, 你怀孕了? 我没说话, 转头看着病房内的电视, 上面正拨着最新消息, 新晋影后林福与京圈太子爷沈赫熙 疑似恋情曝光。 画面中郎才女貌, 贴得很近, 眼神暧昧地拉丝。 我猛地闭了闭眼, 眼泪不受控制地流出。 告诉他, 他真的会在意吗? 何况, 这个孩子本就来源于一场意外。 某天深夜, 一向不爱喝酒的沈赫熙竟然喝醉了。 他一回家, 就把我压在床上亲。 我被他吻得浑身发软, 最动情的时候, 他缠我缠得特别狠, 咬着我的耳朵又哄, 老婆, 我爱你, 隐婚几年, 那是他第一次叫我老婆。 当时我被喜悦冲昏了头, 以为他终于开始接受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临福给沈赫熙发消息, 说他忘不掉她, 想回国立马就见到她。 沈赫熙醉酒, 是因为被喜悦冲昏了头。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医生面露疑惑, 眉头皱得更深。 梁小姐, 怀孕不是儿戏, 孩子是去世留, 还是和孩子的爸爸商量一下吧。 我摸了摸自己的小腹, 近乎苍凉地朝医生笑了笑, 不用了, 医生, 孩子我不要了。 麻烦您帮我预约个手术时间吧。 不在爱里被期待的孩子, 让他孤单地降临这个世界, 是一种残忍。 我宁愿不生。 流产手术约在了十天后。 除了梅姐, 我没告诉身边任何人, 包括沈赫熙。 医生叮嘱我这段时间不要过度忧思, 好好调理身体。 我索性推掉了手头的工作。 空下来的时间, 我找律师拟好了离婚协议书。 我原本想等手术后去找沈赫熙签字。 没想到, 手术前一天, 我在医院外遇上沈赫熙裴林福来体检。 她很是意外会在这里碰上我, 目光带着沈氏, 你怎么在这里, 你生病了? 她这是在关心我。 挺可笑的。 我平静地反问她, 关你什么事? 沈赫熙被我对得一愣。 从前的我, 对她千一百顺, 是个乖巧又贤惠的好妻子。 哪里像这样, 搏过她的面子。 她当即不高兴地冷了脸, 良语, 你好好说话, 会死吗? 我是你老公, 不是你仇人。 原来她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啊。 她这样子, 有尽到一丁点为人夫, 为人妇的责任吗? 我一肚子火蹭蹭蹭往上冒, 吼她, 婚内出轨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沈赫熙的笑彻底僵住了, 她手握成拳, 极力压抑着怒气。 林福没料到我会骂人, 她愣了下, 飞快扫了眼沈赫熙, 然后上前来拉我, 表情无辜地说, 小雨姐, 你肯定误会什么了, 我和赫熙只是好朋友, 都是我的错, 你要怪就怪我, 你千万别生赫熙的气了。 我面无表情, 听着她那套令人作呕的茶言茶语, 视线不经意落到她正抓着我的手上, 雪白的腕间带了一条手链, 上面嵌着一枚晶莹剔透的蓝宝石, 形状切割完美, 散发着恋艳夺目的光泽, 很漂亮, 像人鱼的眼泪, 我曾在沈赫熙书房里见过, 当时我以为, 这是她偷偷为我准备的生日惊喜, 还开心了好久, 如今, 却戴在林福手上, 真是讽刺, 我为李帆江倒海, 甩开她的手, 冷笑了声, 林福, 你一直都擅长做这种事吗? 她皱眉看我, 我指着她的鼻子骂, 知三当三, 不知廉耻, 你妈知道自己生了个这么虚伪又爱犯贱的女儿吗? 林福瞪大眼睛, 尴尬得手足无措, 眼眶立马红了, 她委屈地扑进沈赫熙怀里, 哭得梨花带雨, 小雨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你也不能这样羞辱我呀, 林福一哭, 沈赫熙就心疼了, 她轻拍着她的背后, 转过头立声呵斥我, 梁雨, 有病就治, 别来这里发疯, 小福哪里得罪你了, 你要用这么恶毒的话骂她, 立马给我道歉, 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 我可不就是有病吗? 我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失了声, 眼泪控制不住地往外流, 小福忽然一阵痉挛, 我整个人就像被卷入了绞肉机, 疼得直不起身子, 沈赫熙表情明显慌了下, 向我伸出手, 像是要来扶我, 梁雨, 你到底怎么? 她一靠近, 我就闻到她身上属于林福的那股黏腻玫瑰香, 我躲开她的手, 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颤着声骂她,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我嫌恶心, 沈赫熙被我打偏了脸, 慢慢咬紧牙关, 林福尖叫一声, 骂我, 你有病啊, 你凭什么打, 我反手也给了她一巴掌, 冷笑, 她婚内出轨, 不守难得, 我凭什么不能打, 你急什么, 你那份也跑不了, 林福直接被我打懵了, 反应过来, 她突然拎包砸向我, 包上的金属重重, 刮蹭到我的肚子, 她面目猙獰, 声音也尖锐起来, 你打我, 你敢打我, 她用了很大的力气, 不过一瞬间, 我便腾白了脸, 唇色泛白, 小腹痛得转筋了, 林福装得很慌张, 靠在沈赫熙怀里, 一边哭一边偷笑, 赫熙, 我不是故意的, 小雨姐刚刚好凶, 她还想冲上来打我, 我为了躲她, 才扔包包的, 小雨姐, 我知道你身体一向好, 我力气又小, 应该没撞疼你吧, 我伸手就要去抓她, 却被沈赫熙 牵住手腕拦了下来, 冷声警告, 梁雨, 你别太过分, 我不想动手打女人, 我颤抖着手, 心凉得透彻, 笑着笑着, 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憋着哭腔吼她, 沈赫熙, 你忘了当初结婚时, 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她脸色一僵, 我继续说, 你说你不爱我, 但你会好好护着我, 会一辈子对我好, 可现在呢? 你爱临服, 你就纵容她, 抢走我的资源, 抢走我的名分, 我现在怀孕了, 你还要帮着她欺负我, 你真他妈是个人渣, 我的眼泪模糊了双眼, 满心委屈无处发泄, 沈赫熙抬手擦掉我的眼泪, 轻飘飘扫过我的肚子, 笑得很冷, 带着轻蔑问我, 你说你怀孕了, 谁信啊? 你要是真怀孕, 怎么可能不告诉我? 梁宇, 苦肉寄你已经用过了, 你他妈当我傻会信你第二次吗? 不用再装可怜给我看, 我不会再心疼你, 她话还没说完, 我一阵头晕目眩, 直直倒了下去, 我躺在地上, 肚子麻木地疼着, 血流了好多好多, 慢慢染红了我的衣裙, 沈赫熙抱着我, 方寸大乱地喊我名字, 声音都在抖,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 为什么?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怀孕了? 阿宇, 我求求你, 别吓唬我。 她突然崩溃地哭了起来, 活久见, 真是什么稀罕事都能见到, 看她激进崩溃绝望的样子, 我忽然觉得, 真爽啊, 我惨白着脸, 慢慢掏出那张我一直放在身上的, 皱巴巴地运简单, 隐隐能看到其中蜷缩着的阴影, 是个还没成形的小家伙, 我冲她笑了笑, 轻声说, 贺希, 你瞧, 我没有骗你, 我们真的有一个孩子, 她好乖好乖的, 在我肚子里一点都不闹腾, 只是好遗憾呐, 她还没成形, 还来不及睁眼看看世界, 就要离开我们了, 所以啊, 沈贺希, 你会后悔死吧? 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昏迷时, 我听见沈贺希在哭, 一遍遍说着对不起, 说她不该误会我, 不该不相信我怀孕了。 我因为大出血, 最后还是流产了。 醒来时, 我鼻尖萦绕着消毒水的味道。 我听见梅姐在和沈贺希吵架, 准确来说, 是梅姐单方面骂人。 梁宇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要为了临福, 这么欺负她。 你还好意思怪她不告诉你? 她查出怀孕的时候你在干嘛, 你在陪临福度蜜月, 你有尽到过半分做丈夫做爸爸的责任吗? 现在跑来假惺惺, 早点干嘛去了。 沈贺希被梅姐骂了半小时, 愣是一句话都没辩驳过。 那天之后, 沈贺希对临福慢慢冷了下来。 她每天守着我, 对我寸步不离, 捧在手里怕摔着, 含在嘴里怕话了, 无微不至地照顾。 有时候, 她累得趴在床边睡着了, 在梦里发出异语。 阿宇, 我错了。 以后, 我只疼你, 爱你, 只对你一个人好, 谁都不能再欺负你。 多深情啊。 如果换作是以前的我, 大概会开心地笑出声。 现在, 我只想笑。 甜言蜜语说这么多, 不怕得糖尿病吗? 我劝她, 孩子没了是个意外, 我们跟她没缘分, 你不用因为愧疚 留在这里补偿我。 你爱临福, 她也需要你, 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你好了, 只要你签了,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娶她进门。 她摇头, 第三下四地跟我道歉, 求我不要和她离婚。 那样高高在上的男人, 红了眼睛, 失态地哭了起来, 像只被抛弃的可怜小狗。 她说, 还会有的。 阿宇, 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 等你好起来, 我们就公开, 我还欠你一场盛大的婚礼啊。 我们在一起五年, 你真的舍得抛下我吗? 我为了临福, 亏欠你太多, 你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好好弥补你, 好好爱你, 可以吗? 病房门在这时被推开。 临福失魂落魄站在门口, 她哽咽着, 小声问, 贺希, 你在说什么呀? 你说你要好好爱她, 那我呢? 我算什么? 沈贺希却不看她, 我已经结婚了, 你如何都和我无关。 冰冷又无情, 临福开始慌了, 扑过来握着我的手, 眼泪掉得很熟练, 跟我道歉。 小雨姐,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惹你生气, 贺希为了保护我, 你就不会受伤, 孩子就不会没了。 沈贺希冷冷地打断她, 闭嘴, 从这里滚出去。 临福大概是第一次被沈贺希凶, 愣了一下, 眼泪啪哒掉下来。 她边哭边笑, 崩溃大喊, 质问她, 贺希, 你这是在赶我走吗? 你不是说好要一直对我好, 一辈子陪着我吗? 谁都有年纪小不懂事的时候, 不是吗? 况且, 你那么了解我, 肯定知道, 我只是在和小雨姐开玩笑的呀。 如果小雨姐生气, 那我跪下和她道歉, 这样, 她肯定就会开心了吧。 她说着, 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露出手腕上刀割的伤口, 哭着哀求我, 小雨姐,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 你要打要骂我都可以, 求求你不要抢走贺希好吗? 我有抑郁症啊, 我什么都没了, 我只有贺希了, 如果连她都不要我了, 我会死的, 求求你帮我劝劝贺希, 让她不要不理我, 好不好? 沈贺希没有理她, 包了半橘子递到我嘴边, 体贴地喂我, 老婆, 这是今早在果园新摘的橘子, 很新鲜, 你不是最爱吃橘子吗? 乖, 张嘴, 我喂你吃, 迟来的称谓, 虚伪至极的关心, 我打落她的手, 扯了扯嘴角, 挤出一个苍白的笑, 不用了, 我早就不喜欢吃橘子了, 我们感情也不好, 没必要装得你多爱我似的, 恶心别人, 也恶心自己, 恶心, 这两个字砸在她身上, 她眼神刺痛一瞬, 然后笑容迅速变冷, 她慢慢走进林福, 蹲在她面前, 抱着她轻声安慰, 好了, 我们小福都快哭成小花猫了, 都怪我, 刚刚说错话让你伤心了, 我保证, 我会永远陪着你, 永远不会离开你, 怪, 我带你回家, 林福哭着捶沈赫熙胸膛, 委屈地别嘴, 我就知道, 你忘不掉我, 你还爱我, 我们说好了, 要在一起一辈子, 你不能食言, 她紧紧搂着沈赫熙脖子, 视线透过她的肩膀, 落在我身上, 笑得很挑衅, 好像在说, 梁宇, 看到了吧, 在赫熙心里, 我永远是她的第一选择, 而你, 什么也不是, 最后, 我和沈赫熙在医院不欢而散, 她对离婚的事情不置可否, 可林福却是肉眼可见的兴奋, 我内心没有太大波澜, 沈赫熙已经脏了, 也就林福把她当保, 当然了, 垃圾就该和垃圾桶待在一块, 沈赫熙属于婚内出轨, 我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离婚, 出院那天, 梅姐打来电话, 忧心冲冲告诉我, 梁宇, 你那天打林福的视频, 被人挂在网上了, 我挂断电话, 看见手机里涌来了无数条谩骂信息, 热搜上, 赫然挂着良语恶毒, 未婚先孕的字眼, 拍摄者以一种刁钻的角度, 拍下我山林福耳光的一幕, 还放上了我进妇产科医院的照片, 网上铺天盖地, 骂我未婚先孕, 不检点, 仗是欺人, 性良的, 不会是极度林福比你年轻貌美, 故意扇人耳光扇这么狠吧, 人家林福和沈总可是初恋, 良语抢男人抢不过, 还这么理直气壮, 不要脸, 私生活这么不检点, 谁知道他怀的是哪个金主的野种, 想当三枚成功吧, 沈总看不上你, 就把气撒到林福身上, 见死了, 未婚先孕, 倒贴都没人要的赔钱货, 坏女人, 去寺, 去寺, 骚扰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 愤怒的林福粉丝, 和正义感爆棚的路人, 纷纷跑来我的微博底下, 对我辱骂讨伐, 我成了小说中, 破坏男女主, 幸福的恶毒女配, 路人员断崖式下跌, 林福趁机抢走我不少的资源和代言, 还按戳戳发微博骂我, 我一直都把梁老师当成前辈, 尊重他, 没想到他会出手打人, 真得令人很难过, 很害怕, 如果那天不是贺希护着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最后, 我想对大家说, 我们女孩子, 一定先要懂得自尊自爱, 才会有人来爱你, 配图是一张烂白菜, 被人捂着嘴嫌弃的表情包, 加上文字, 女人不自爱, 就像烂白菜, 所有人都在心疼林福, 夸她善解人意, 夸她善良, 是纯洁的白玫瑰, 我默默关掉手机, 拙劣的手段, 低贱的臭虫, 真是碍眼, 以前是我懒得和林福这种小人计较, 可现在, 她一而再, 再而三蹬鼻子上脸, 再不收拾她, 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利用舆论的人, 终有一天也会被舆论反噬, 聊天记录和结婚证发上去十分钟, 网友的评论开始改变风向, 什么情况, 林福一直在说谎, 她才是知三当三的那个, 前一秒还在夸她, 现在就跟被为了使一样隔应, 顶级查一诗吧, 还卖惨, 知三当三被打也是活盖, 狗屁的破镜重圆, 根本就是婚内出轨, 好恶心, 呵呵, 这结婚证和聊天记录, 一看就是屁的, 姓梁的, 被骂就开始泼脏水了, 去死, 某服脑残粉吧, 人家甩证据就是屁的泼脏水, 你家茶姐泼脏水污蔑人, 就是实锤, 长点脑子吧, 干嘛光骂女的, 这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自己老婆孕妻, 还和不三不四的女人炒绯闻, 暧昧不清, 好脏, 沈赫熙随后也发了微博, 爱特我, 她从不玩这类社交软件, 几分钟前却注册了账号, 公开我们的关系, 结婚五年, 合法夫妻, 孩子是我的 at演员良宇, 和林小姐只是普通朋友, 没有暧昧不清一说, 孩子没了是我的失责, 没有保护好我太太, 请大家不要再说她了, 再有污蔑者, 律师喊警告, 我扯扯嘴角, 不有冷笑, 沈赫熙公司的公关, 真给力啊, 把她婚内出轨这事, 撇得一干二净, 吃瓜群众瞬间占领评论区, 原来真是姓林的倒贴, 还倒打一耙, 真不要脸, 对外营销清冷佛子人设, 结果结婚还和别的女人暧昧, 死庄哥恶心死了, 渣男贱女, 之三当三, 还跑到人家老婆面前蹦跋, 带节奏让人家磕他俩, CP, 优托粉回彩, 没黑过两宇, 打败全网99%的人, 林福的风评开始逆转, 几千万条留言都在骂他, 他百般辩解, 却被人摁头垂骂, 从前施加在我身上的恶毒话语, 他全部遭受了一遍, 再然后, 义愤填膺的网友先后扒出了他在国外学表演时期的黑料, 抽烟喝酒, 聚众赌博, 霸凌同学, 跟剧组男明星约炮, 甚至有曾经的助理, 举报林福偷睡漏睡, 多加买了热搜, 押都押不下来, 林福的名声彻底臭了, 他所有的代言都被撤了, 综艺影视连夜将他打码, 没人想和他扯上关系, 他人不知道躲哪去了, 那晚我看着新闻, 开心地炫了一桌烧烤, 梅姐说, 短短半小时, 她的邮箱已经被商务塞爆, 很多大导演, S级IP的大制作女主角都找上了我, 她抱着我, 喜极而泣, 凉语, 你终于苦尽甘来了, 我破涕微笑, 是啊, 苦难是花开的伏笔, 回头看, 青州已过万重山, 现在, 就剩最后一件事没有完成, 律师告诉我, 沈赫熙不肯签离婚协议, 我忽然不懂她, 她明明不爱我, 却又不肯放过我, 这天, 我在医院复完诊时, 发现手机里多了很多消息, 梅姐急匆匆给我打电话, 梁宇, 快看热搜, 当初你替沈赫熙求佛珠祈福的视频被扒了出来, 我打开微博一看, 首页高热词条, 警号梁宇沈赫熙佛珠, 警号因为临服的事, 沈赫熙之前采访的视频又上了热搜, 连带着她手上带的佛珠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扒出了我曾冒雨去寺庙求的那串佛珠和沈赫熙的是同一款, 又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 救命, 原来沈赫熙出车祸, 是梁宇在替她求平安, 我知道, 那次瓢泼大雨, 三千台阶呢, 我亲眼看见梁宇从山脚下, 一步一扣跪拜上去的, 当时就觉得这个女明星好眼熟, 我还拍了照片呢, 呜, 她真的好虔诚, 所以沈赫熙口中的普通朋友就是梁宇, 带入一下都觉得好难受, 妻子的身份不被承认, 心意还要被践踏, 呜, 梁宇好惨, 看哭了, 要是有人这样为我求平安, 我肯定一辈子对她好, 沈赫熙死渣男, 她不配拥有梁宇的爱, 我不禁扯了下嘴角, 从来没想过, 短短几天我能上这么多热搜, 回过神来, 我提着要往外走, 却不小心撞进了一个人怀里, 她身上夹杂着风的梁意, 语气低雅, 阿语, 并不意外, 我会和沈赫熙见面, 只是令我始料未及的事, 她变了好多, 人瘦了一圈, 衣衫骆驼, 神色也带着一些落寞, 她想伸手来拉我, 我下意识后退一步, 躲开了她的触碰, 别碰我, 我现在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 大概是我的冷漠刺痛了她, 她手指僵在空中, 忽然红了眼眶, 开口时, 声音都在发抖, 阿语,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那串佛珠的来历, 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一串很普通的东西, 我只觉得她莫名其妙, 没必要, 告诉了你, 也改变不了什么, 她摇着头, 神色变得很痛苦, 不是的, 我没想过你当时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要是我早点明白,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就不会因为临浮, 伤害了你这么多次, 还失去了我们的孩子, 阿语, 她颤着手来拉我的手腕,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重新开始, 我看着沈赫熙, 她穿着我最喜欢的白衬衫, 头发修剪得利落又清爽, 是我记忆深处的她, 却又好像不是, 五年, 真的太长了, 长到我在心里搭建的岛屿崩塌, 长到我记忆中的那个沈赫熙, 开始暗淡, 直到如今, 物是人非, 我冷冷地甩开她的手, 半分耐心也没有, 只觉得万分疲倦, 沈赫熙, 装申请好玩吗? 我玩够了, 临浮应该会喜欢, 你去找她吧, 你不过是接受不了, 我不再迎合你, 不再把你高高捧起, 你不甘心而已, 我每说一句, 沈赫熙的脸色就白了一分, 说到最后, 她的脊背寸寸勾楼下去, 眉眼低垂, 却遮不住颓然的丧气, 她不停地摇头, 颤着声音说, 不, 不是这样的,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我很想你, 我承认一开始, 我娶你只是因为和林浮赌气, 可后来, 我渐渐发现, 我已经习惯了家里有你的存在, 每次路过你喜欢的花店, 我总会下意识地去给你买一束结梗, 但买回来, 却发现你不在家里, 我竟然觉得心里万分难受, 觉得这个家里空荡荡地厉害, 我满脑子都是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她说, 林浮患了抑郁症, 她对她好, 只是在还林浮父母早年对她的恩情, 她发现林浮再次回到她身边, 她一点也不高兴,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她满脑子都是我, 她说她对林浮只是执念, 她好像真的爱上我了, 她问我, 阿宇,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我再也不会和林浮联系,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补偿补偿你, 好吗? 她说话时语气, 表情, 神态, 都很真诚, 小心翼翼, 甚至带着一丝讨好的声音, 她说她后悔了, 但无论如何, 家住在我身心上的伤害会消失吗? 无数个夜里的眼泪会消失吗? 不会, 我摘下戒指扔给她, 眼神直视她, 一字一句说, 沈赫熙, 你知道吗? 错了就是错了, 背叛者永远不值得原谅, 如果我什么都原谅, 那过去一切都是我活该, 而且, 你刚刚那番掏心掏肺的悔悟, 我竟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因为你, 从来都不值得, 你走吧, 以后再来骚扰我, 我会报警, 她好似被抽干了力气, 肩膀湿力搬塌了下去, 像是湿了魂一样, 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口, 只是一声接一声, 喃喃叫我的名字, 声线颤抖, 到最后,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速满腔爱意也好, 痛苦忏悔也罢, 都与我无关了, 我这样想着, 然后转身向着出口走去,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我看见了林浮, 她神色癫狂, 手里举着一把水果刀, 发疯似的朝我冲了过来, 她大喊着, 见人, 都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去死吧, 混乱来得太快太急, 尽管我很快反应过来想躲闪, 但还是慢了一步, 我被林浮刺中了肩膀,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的白色衬衣已经被鲜血染红, 再染后, 我就痛得失去了意识, 昏过去的最后一秒, 我看见沈赫熙接住了我, 崩溃大喊, 哀语, 来人啊, 快叫救护车, 她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血越流越多, 染红了她的衣衫, 我好像睡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觉, 再次醒来时, 沈赫熙不在, 而我的枕边多了一枚鲜红的平安符, 梅姐告诉我, 我昏迷这几天, 林浮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刑, 而沈赫熙在我昏迷时, 却当初我去的那个寺庙 为我求来了这枚平安符, 媒体报道, 情深四海, 视频中, 沈赫熙冒着大雨, 在佛前前程双手合时, 以最前程的叩手姿态, 参拜, 祈福, 三千台阶, 一步一叩手, 拜至四门前, 据说, 她回来将平安符放在我枕边后, 就病倒了, 如今还在昏迷, 我曾经受过的委屈, 她也去受了一遍, 这叫什么, 因果轮回, 我不由地发笑, 只可惜, 就算她表现得有多爱我, 我也不会再动容半分, 迟来的深情, 比草还贱, 沈赫熙醒来那天, 有记者来医院采访我, 听说沈先生在您昏迷时, 三拜九寇去佛前, 只为替您求得平安福, 这样的神仙爱情, 真令人羡慕呢, 不过, 有传闻说, 您最近打算和沈先生离婚, 是真的吗? 我淡淡接过话题, 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 准备离婚, 记者雅言一顺, 又问, 据说沈先生还在佛前写下了一封祈愿信, 想求您原谅, 您难道不好奇吗? 我皱了皱眉, 正想开口, 余光看见房门开了一角, 沈赫熙扶着门框, 脸色苍白, 她看我的眼神, 像是在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慢慢收回视线, 直视镜头, 笑着温柔又认真的说, 普通朋友求的愿望, 重要吗? 我看见沈赫熙像是被抽空了精气神, 一瞬间萎靡下去, 她站在灯光昏暗的地方, 我看不懂她的眼神, 好像, 有点痛, 还有点苦涩, 一个月后, 我和沈赫熙离婚了, 她给了我很多钱, 很多处房产, 梅姐以为我会拒绝, 正寻思该怎么说服我, 我直接说, 全部收下吧, 她婚内出轨, 这当然是我应得的, 更何况, 以前如果不是她从中作梗, 林福不会从我手中, 抢走那么多代言和角色, 不过, 换个角度想, 在和沈赫熙这场婚姻里, 她毁了我对爱情最美好的幻想, 却赠予了我更切实的利益, 我成了很多S家大制作的女主, 我的演技得到了认可, 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人脉, 我的前方是康庄大道, 身边是家人朋友, 身后是阳光璀璨, 从今往后, 花会沿路开, 我的未来也是, 我 toen才没有ada LinkedIn, Appや双眼皮靱的一边是体画来要复杂之一,